张大大可以说是谢娜一首提写起来的一位明星 但是之后张大大再有了点名气和资源之后 就开始有点烧了的感觉 他是那种水红就和水完的那种人 他对待谢娜的态度也是大不如从前 他认为跟着谢娜完简直就是掉面子 所以他就开始和杨幂杨颖等人一起游玩 张大大做的最让人尴尬的事情是 自己以为自己很红 在机场会有粉丝接应自己 为了不让粉丝认出自己 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 最让人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机场里没有一个粉丝接机 为此他也是很尴尬了 张大大参加骑兵神权力 当时和解是他们的教官 在一次紧急集合活动 因明星没有要求而指责了几句 当时的张大大却觉得很不满意 并且还非常不服气 出言不逊顶撞和解 结果当场就被和解给对的连屁都没放出来 并被大骂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这可是针对 不是节目效果 网友直呼 这下可真削减了张大大的锐气 后来再一次收救过程中 张大大带着自己的犬名字 叫小小往楼上爬 因为房子是倾斜的 所以小小下的直哆嗦 后腿往后滑 不敢前进 张大大在上面呼叫小小 而走在后面的江朝 看了这一幕 好心拖住狗狗的屁股 担心狗狗摔下来 而张大大悟以为是江朝 在推小小的后腿 担心狗狗骨折 瞬间提高分贝 对江朝破口大骂 现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官长只好劝阻张大大 而张大大却不依不饶 继续大骂 大发脾气 江朝简直要被气炸了 但是还是以大局为重 毕竟在路节目江朝说了一句 我不该管闲事 简直太委屈了 弹幕瞬间开始刷屏的节奏 全是骂张大大的 趁这人没素质 呼吁封杀张大大 让他滚出娱乐圈 骂了足足有五分钟 张大大这嘴简直比金星还嘴毒 而节目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